其实呢我们编导呢 有他的联系方式 但是他没有来 我们要不要现场跟他连个线 要不要 给他打电话 行 来 编导 喂 喂 喂 谁啊 喂 我的心情啊 别激动啊 怎么了 挂掉了啊 再播一次 干嘛 管电话啊 先别急 别急 再播一次 你别作声 我来说 喂 喂 你好 你好 是王磊先生吗 你谁啊 你好 我这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的录制现场 有一位告白人叫舒欣的女士 来向您告白 您认识舒欣吗 我认识 那都是以前的事 您所指的以前是四个月之前吗 哦 对 四个月之前你们相爱吗 嗯 后来他说你不辞而别 突然之间就离开了 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 是这样吗 没有啊 我 我妈生病 你妈妈生病 但你妈妈生病 不能成为你们之间分手的理由啊 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舒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说 即便是要分手 他想分个明白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您觉得你们性格之间不合适是吗 对 不合适 此外这个舒欣说你们之间还有经济往来是吗 没什么经济往来就是都互相帮助我 就是您是不是有借过他的钱款 我拿过 大概多少钱您心里有数吗 我也对他好 我给他买过衣服 那您的意思是说 这个三万块钱和以前您借他的一些钱 都是彼此对对方的付出是吗 对 就是 好 就不用谁也不欠谁了 那就 那就